阿姨 神为什么要求我们做诚实人呢 主耶稣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悔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神的话说 我的国度都是要那些 诚实 不虚伪 不诡诈的 世上不都是那些老实忠厚的吃不开吗 我正和他们相反 诚实人到我这里来就行 我就喜悦这样的人 我也需要这样的人 这正是我的公义 神的话还说 所谓诚实就是能把心交给神 凡事都不对他作假 凡事都向他敞开 不以瞒事实 不做欺上瞒下的人 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 总之 诚实就是做事 说话 不掺水分 不欺骗神 不欺骗人 是啊 神是信实的 神的国度里要的都是诚实人 所以神就要求我们做诚实的人呢 嗯 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 学会做诚实人 我也要学会做诚实人 感纯诚实小孩子的样式 天真活泼满了生机着急 如同天使来在人间 如同天使来在人间 没有谎言 没有轨诈欺骗 心怀坦荡我的有尊严 心归给神 让神信得过 是神所喜爱的诚实人 喜爱真理的 都是心灵诚实 都是心灵诚实的人 诚实的人 因实行真理为了 神父神 心灵平安 尽为神圆利盖 平身我活着 活在神话里释放自由 接受神的坚察 活在神面前 爱神就是幸福 就是快乐 弟兄姊妹们 我们从小就谢神 快不快乐 快乐 我也很快乐 心里爱神 踏实有享受 爱神话心 是我的真气 我心里只有神 只有真理 神话予以成为我的生命 天天活在 神话的引导之下 孟神祝福有圣灵带领 接受神的检查 活在神面前 真心爱神就是幸福快乐 天天活在 神话的引导之下 孟神祝福有圣灵带领 基督的波动 是城市人的天堂 是日城市人的美好家乡 美好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